歡迎收看燦灘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祥 燦灘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編恩以及公民行動營紀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自播的網路視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 大家瞭解 在所謂的爭議性事件背後 特別值得我們去關注的人權 制度 法律 文化等等 各式各樣的問題 讓我們在瞭解一個議題的時候 能夠更清楚 更精確的 或是更完整的去知道 這件事情背後的一些因素 在去年底的時候 有三位這個敘利亞庫德族的難民 曾經到臺灣來轉機 要到別的地方 但是他們拿的是假護照 所以就被我們的移民的相關官員 以及法院經過的這個判決之後 被遣返回國 我們知道這個難民被遣返回國 或者是所謂他們假設是要去尋求 政治庇護人被遣返回國 那個下場應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相關的法規 也使得這類的情形 恐怕在臺灣也會有非常多機會發生的可能性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從這樣一個事件來跟大家談一下 我們非常關注的 特別是跟人權有關的 這個難民法相關的議題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臺灣人權促進會的秘書長邱宜玲 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宜玲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喊 特別請宜玲稍微先跟我們談一下 這個所謂的敘利亞庫德族的事件 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這樣的一個持假護照進到臺灣 當然他違反了法令 那可能我們的官員是依法行政 可是他背後透露出了什麼樣的一個人權的問題 或是在法規制度上面 我們什麼樣不足的地方呢 其實敘利亞從這個這幾年 一直都在不停的在發生這個戰爭 這個應該是大家如果有在看國際新聞 都應該知道的事情 那特別是庫德族 更是因為他們的這個種族 或者是他宗教信仰的關係 那他在當地也更容易受到 這個ISIS集團的這個迫害 那這個也是在 領合國難民署 以及在一些相關的人權的網站上跟報告上 我們都可以看到相關的一些報導 那所以如果當我們知道說 他們其實在他們的國內 是處於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其實 其實我們在這個事件上就會發現說 其實政府其實好像只是把他們當成是一般的 拿假護照的非法移民來看待了 他並沒有去意識到說他是一個難民 或者說他今天你把他遣返回去 他可能會怎麼樣 他沒有去思考到這個程度 就是他就很單純的依法行政 但是如果我們法沒有跟難民有關的規範 或是沒有剛我們現在 現在要談到難民法的問題 對他來講恐怕也是一個為難吧 其實移民署的組織法的第二條 他們的業務範圍的第九項 其實就有提到說移民署要做的事情 包括難民身份的審定 認定跟安置 所以事實上在他們自己的組織法裡面 是有這樣子在寫 所以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也不是說國內並沒有相關的法律 而且這個我們自己的立法院 已經通過的兩公約 其中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的這個第七條 反酷刑的這一條 也特別說你不能夠把任何一個人遣返回 他可能會受到酷刑 或不輪到待遇的地方 所以這個也已經變成是我們國內法的一部分 那這個也是政府應該要去遵守的法律 所以在臺灣最近這幾年 因為臺灣其實也是一個開放的國家 那我們也看到在這個旅遊 或是在這種所謂的國際之間 各式各樣的經貿往來 都是非常頻繁的 那甚至我們其實也號稱 我們是個自由民族 那的確跟多國家比起來也是 所以類似酷德族的事件 在臺灣經常發生嗎 或者是其實有沒有類似的例子 其實酷德族 他們主要是想要轉機去這個歐洲 尋求庇護 那其實我們也看過其他的 他也是想就是就是之前 其實不久前也才剛有兩位 中國籍的尋求庇護者 他們也在桃園機場 待了超過四個月的時間 那他也是說 因為他們其實已經在曼谷 取得這個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證 但是他認為他在曼谷不安全 因為這幾年泰國發生蠻多 已經取得難民證的 難民還是被遣返回去中國 所以他們就也是轉機 然後來到臺灣 然後說他要尋求庇護 其實他也已經取得了第三國的安置 他只是在等待這個流程的過程裡面 然後他不想要再繼續待在曼谷 結果也是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 一個相關的機制 所以他們就在機場就停留了超過四個月 然後我們的政府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去處理 那後來這兩位中國籍的朋友怎麼辦 後來就是一樣也是真的就是待太久了 那我想我們的政府好像也覺得 這是他們也不願意離開 那我們政府也不敢貿然的把他們遣返回曼谷 或者是中國 那所以最後當然還是又 就是發了這個短期的簽證 讓他們可以入境 對 然後去等待第三國的安置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既然你最後其實就還是要讓他進來 為什麼你就不能夠好好的去建立一個機制 讓他不需要 就是你這個四個月到底是在做什麼 就是事實上我們會看到說 我們的政府在處理這些個案 這些案件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一套作法 他沒有一套SOP的 那他不知道怎麼去確認這些人的身分 他不知道怎麼去確認說 這些人是不是符合國際公約裡面 關於難民的定義 那因此他也不曉得他要怎麼做 那才會拖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那那時候我們也很緊急的去幫忙聯繫 聯合國難民署那邊 那去確認這些人拿的難民證 是真是假 對啊 那這些事情 我們的政府有沒有試著嘗試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全部都讓我們覺得 我不曉得政府這四個月的時間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最後他其實是等待 他等待的是有沒有民間團體 願意出來擔保 只要有民間團體願意出來擔保這些人 那他就讓他 要擔保什麼 擔保進來旅遊 學術交流之類 擔保他 對 就是說等於是這個團體 邀請他們來臺灣 然後擔保他不會犯罪 擔保他不會跑走 擔保他所有的事情這樣子 那可能包括他的這些 在臺灣的這些實力住行的這些花費 或是說他最後一定確定 他要離開臺灣的事情 就是要由這個民間團體來做擔保 那我們也會覺得這是一個還蠻荒謬 對 這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就是說今天這個人他到底是不是 就是他包括他的身分到底什麼 他是不是間諜 他到底會不會 他是不是一個罪犯等等 這個東西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應該是政府要去進行查證的 民間團體其實可以協助的 應該是說去幫忙整理這些相關的證據 然後來提供給政府 那最後可能還是要由政府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裁定 可是最後卻是由政府 去把這整個責任推給民間 然後變成是由民間來去保證說 這個人絕對不會有問題 然後請你讓他進來 那我覺得這個會出現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說當我們沒有這一套 難民身分的審查制度的時候 事實上你會變成是說 好 今天只要有人進來 只要有民間團體願意出來擔保 這個人就可以進來 今天沒有人認識他 就沒有人擔保 他永遠都進不來 他就在機場可能不知道要待 五個月 四個月 甚至一年 兩年都有可能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機制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很荒謬 而且這裡面可能會產生 很大的一個國安的危機 就是這些人到底是敵是友 根本沒有人知道 那難道我們的國安單位 我們的情勢單位 如果真的覺得這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難道不應該也應該要去確認 查認一下這些人的身分嗎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的政府不去面對這個問題 只是把頭埋在沙子裡面的一種做法 只是一個駝尿心態而已 事實上我們看到就是說 對啊 因為你機場不可能關閉 你的這個邊境也不可能關閉 那今天就是會有各式各樣來自各國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說 台灣今天在亞洲看起來就是一個 非常民主非常自由的國家 他們沒有想過台灣竟然沒有難民法 對啊 所以一定會有人 當然那個數量並沒有這麼多 對 可是就是就是會有這樣的個案會進來 那我們的政府就好像以為說 只要不通過法律 這些人就不會進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奇怪的一個想法 這兩個個案上面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不同 就是有沒有經過這個所謂的調查 就是例如說今天 因為部分是假護照 所以是拿假護照 可是跟中國的那個立即時比較不一樣 可是有趣的是說今天今天拿假護照 可是他是經過法院的過程 可是這個法院的過程 其實你剛剛談到說 依照我們現在的像出入境相關的移民法裡面 就有關於難民的這些相關的 這種處理的方法 那這個法院的過程 難道沒有去做調查 或者是沒有能力去做調查 或者是根本就覺得 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移民署的組織法裡面 他就是有提到說 他的執掌範圍是這樣 可是事實上你會看到 就是他的確沒有一個機制 跟辦法在那邊的 所以包括我們的法 移民署也只是把他們當成是非法移民 在處理 然後這個檢察官的起訴 也只是起訴他們這個假護照的事情 那即使最後我們發現當事人沒有律師 然後他的其中一位當事人的先生 從法國寫信來給我們說 他想要尋找他的太太 本官在哪裡 然後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他沒有律師 然後趕快幫他找了法服的律師這樣子 那即使這個律師在這個訴狀裡面 提到了說他是難民 他可能要尋求庇護 請不要做遣返的這個這樣的一個決定 可是法官完全不採納這裡面的 所有跟難民相關的這些論點 只有說他的判決書裡面就只有說 因為當事人在臺灣沒有合法的居留權 以及他在臺灣沒有親友 所以這個請他服完刑期之後 就立刻遣返 他就直接做了這樣的一個判決 那你可以看到說我們的法院 我們的法官 的確在這方面也完全沒有這些 跟難民有關的相關的知識跟常識 不過從一個現實上面來看 就是說我今天判斷你是不是難民 假設我判斷你是 可是你剛剛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我怎麼知道你進來幹嘛 比如說會不會造成所謂的國安問題 或是你有什麼樣其他的 這些所謂的目的跟想法 或是你過去的這些所謂的行為 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有目的而來 這個其實在實務上面 會不會是一件本來就很難的事情 我想既然我們有法院 其實有蠻多的難民身分的調查跟確認 他們也是在移民法庭或難民法庭上面 去做確認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在那個法庭的審查過程裡面 法官就會要求律師去提供 就是要去整理這個難民的證詞 跟相關的證據去證明說 為什麼他認為他回去會有危險 會有迫害 以及他的整個 他來台灣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他的理由 以及他相關的一些說明 這個東西都是在法院裡面 可能就是要調查清楚的 那我們很遺憾的是 我們的確沒有看到法官 有做這相關的一些事 但是調查本身就是困難的事 調查本身當然是困難的事情 我想不管是任何一個民事 刑事的訴訟在調查的 確認你這個人是不是嫌犯 本來就是要有一些 相關的證據等等的 然後他本身就是一件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才需要有一套機制 以及要有專業的知識 那甚至說這個 為什麼我們要求就是說 像這個法官 或者是移民署的官員 應該要接受相關的一些 跟難民有關的培訓 因為你怎麼去做 這個身分的確認 這個其實是在其他國家 他們其實都已經 有一套方法在運作了 那包括說律師怎麼樣 去取得相關的一些 母國的相關的原生國的資訊 以及他怎麼去確認這個 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跟證詞 它符合怎麼樣的一個可信度 那這個東西都是有一定的基礎 跟一定的標準在那邊的 所以他不是一個任意性的東西 不過你剛剛也提到一個問題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會去擔憂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中國因素 我今天這個人進來 我經過了這些審查 那我們如果一旦有這個法律之後 我怎麼知道 你是不是要進來當間諜了 你會看到包括來這裡 經商的來這裡讀書的人 他也是經過一套的合法的程序 可是他背後是有一些問題 難民的本身 或者是這個大量的法律之後 可能會有大量的人湧進來 那這個問題怎麼辦呢 就是你就算知道他是難民 這個難民是不是只是一個幌子呢 我想如果我們要去說 每一個外來者 他有或說每一個中國人 他都有可能是間諜的話 那我想這個這套標準 可能就變成要適用在所有的陸生 跟這個陸配的身上了 的確有人是這樣子去 你今天要這樣去懷疑 所有的人他一定是間諜 那我覺得今天如果要去指控 一個人是間諜 你可能也要提出一些相關的證據 那如果在沒有一個明確的證據底下 恐怕我們的法院也沒有辦法用任何的 一個間諜相關的罪名去起訴他 那你如何的去 就是去減免他的權利呢 你如何的說我要去逮捕他 或者是我要去做任何的一個判刑呢 我恐怕都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想今天間諜這個 我不否認說 他的確會有可能 或者說也可能會有犯罪什麼的 都有可能 我們沒有辦法保證任何一個人 永遠一輩子都不會犯罪 對 可是今天你要去指控一個人會犯罪 或者是他是間諜 我想就是真的要他有明確的事實 去證明說這個人的確有 有做出這樣的一個事情 不對 有些人來講 他就擔心就是學生 那我們就減少這樣的發生的機率 減少這種可能我只要不讓你來 這個問題就會至少會比較好掌握 那我建議我們就把整個國界 跟機場全部關閉起來 就不會有任何人來到臺灣了 這樣子是最棒的一個方法 甚至我們的那個自由行 我們的那個路線也全部都停召 我覺得這是應該可能是 或者是我們禁止這個 中國跟臺灣的人通婚 我覺得這可能才是一個真正有辦法 去解決大家所擔心的這個問題 就是完全都不要有任何往來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這個方法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那如果今天沒有辦法去把 邊境把它關閉起來 你也不想要說 我完全不要跟其他人做往來的話 那你就勢必要去面對 你就是會有 其他的外來者的這個問題 那就是對啊你要不要 就是說有沒有一套這樣的一個審查的方式 跟機制在那邊 到底是一件比較好的事情 還是我們完全什麼制度都沒有比較好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到底怎樣的方式是比較好 也就是說其實並不排斥 會有這樣的問題的存在 但是我們不可以 或是也不應該因為這樣的一個問題 而去把這個所謂的對人權 就是不去照顧 去罔顧人權的問題 或者是過度於擔憂而所謂完全的去禁止 而是其實當他進來之後 或者是基本的人權制度上面建立之後 這些問題我們同樣去面對 這並不是衝突的兩戒指 我覺得其實建立起這樣的一套 難民身份的審查制度 正好也可以去回應所謂的國安問題 如果你今天什麼身份都不去確認 什麼事情都不去查證 那恐怕才是一個 會造成更大的國安問題 對 除了剛剛談到的這國安的問題 其實對於我們看到歐洲國家 這個很多的難民湧進到某些國家之後 他出現了這個本土的 這些所謂右翼的這個政權 或是某種的排外 排總其他外族的這種情形 就開始產生 那很大的一個單位就是 我們的工作會不會被搶了 我們的治安會不會有問題 我想這也是很多人 在討論難民法裡面 可能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而難民法事實上在2005年 就提出來到了現在已經2019年 為什麼這十四五年的時間 似乎沒有很充足的進展 在這個過程當中卡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什麼人支持 什麼樣的反對 為什麼會有反對的這種狀況 我們待會再繼續跟大家做相關的討論 滯留在桃園機場將近四個月 也創向史上最長記錄的中國籍男子 顏克芬 劉信蓮 去年九月底過進桃園機場時 持聯合國難民鎮向台灣政府申請庇護 到現在一百一十九天 總算有解討方案 陸委會考量人權 提出包括安排兩人出進到安全第三國 或由國內工協會 以邀請專業人士的名義 斷暫入境 陳明通強調跳機行為並不合法 但能理解異議人士的訴求 政府必須在法律管轄和人權考量之間 取得平衡 而顏克芬和劉信蓮兩人 目前正在辦理第三國政治庇護手續 對於陸委會有解討方案也很期待 若有人權團體或民間團體邀請 到台灣做專業交流 短暫入境 經過政府審核 原則上最多兩個月違憲 至於若將兩人送往第三國 是否會造成第三國的困擾 陳明通也強調 處理這件事意願才是重點 第三國他願意接 而且當時也願意去 這是開心感到的事情 記者綜合報導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 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今天節目當中 跟大家談一個 剛剛其實我們在跟以林聊天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冷門的議題 但是雖然是一個冷門的議題 我相信很多人談到這個問題 恐怕也會一些擔憂 或者是這不應該是一個冷門的問題 因為以臺灣號稱人權立國 號稱自由民主的國家 這樣的一個法令 難民法恐怕是我們必須要去關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法案 那今天我們要繼續的請以林來跟我們談後面相關我們要討論的部分 我想要先再次的請教你就是說 這個法其實在二零零五年其實就提出來 那其實不管是藍的政府 綠的政府 國民黨或民進黨當他們在執政的時候 其實也把這個法案送到了立法院 那照理講看起來這個我們的行政部門至少是蠻支持的 要不然他不會去提這個法案 要不然他其實也完全是忍處理 可是至少他提出來的 可是到了立法院為什麼會搞得那麼久 然後經歷了不同的政黨 然後政黨輪替之後 似乎到這邊也沒有人太多的關注 然後也還沒有進入到惡毒的實質討論 對我想一個部分當然是因為這是一個沒有選票的議題 就是這些人他沒有投票權 所以就是要不要通過這個法案 對這個立法者來講 可能尤其是在選舉前的這個期間 就是可能他們就不會這麼的care這件事情 那反而其他的一些立法 可能就是更為就是可以去贏得更多的選票 但是當然他還有一些其他可能一直以來 大家可能覺得比較擔心的一些問題 就是譬如說這個剛剛提到中國的因素 就可能大家會擔心說 會有這個大量的中國的尋求庇護者的進來這樣 但是我也必須要去提醒的是說 事實上那名法本身是沒有辦法適用在中國人身上的 就是說那名法它是適用在外國人 以及無國籍人的身上 那所以中國人要適用的時候 事實上是我們另外有在一個 另外有一個法令就是兩岸人關係條例的修法 那時候是有優美女委員提出來 就說要求說奈米法通過之後 那比照奈米法就是可以依據 它的這個審查程序跟標準這樣子 那所以是奈米法本身通過 其實是沒辦法直接適用在他們身上 那但是就是也有人會說 那這個就是就是這個 對就是說我覺得剛剛也有提的蠻多啦 就是說大家就是一直擔心說 法律通過了然後就會有大量的人進來 對但是事實上我覺得就是你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說這幾年就是 到底有多少的個案來到台灣 那那個數量其實也都不是很誇張的數字 你去跟歐洲的那個難民朝相比 或是你去跟這個過去台灣自己在 人德專案應該是這個70年代的事情 那那時候也收過四千多位的越南來的船民 對那如果我們在70年代都可以處理 四千多位的越南船民 你跟我說2019年我們連十個難民的個案 不過那個大概沒有辦法講 比他那個在70年代 那事實上是一個政治的考量嗎 什麼樣就是什麼樣叫做一個政治的考量 那今天就是有人他因為政治迫害 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那你決定要不要遣返他這個就是 也是另外一種政治的考量 對啊就是說我覺得你要怎麼去 對就是這個事情是可以切割嗎 那我覺得在2019年的台灣 我們事實上我們的整個資源 或者說我們的整個經濟的程度 事實上一定是比70年代還要好很多的 那你跟我說70年代 我們甚至可以去直接的接納 這麼多的四千多位的船民 然後現在你跟我說我們資源有限 然後這個甚至說我們的這個國安的問題等等 那難道70年代沒有國安的問題嗎 對啊 那現在的這些國安的相關的一些 確認身分的機制 難道都沒有建立得更完整嗎 那就是我覺得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那這可能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值得我們去思考 對啊 所以我覺得法案不會不通過 並不代表個案不會來 所以我們還是會覺得說 就是這些我們都會聽起來 會覺得是藉口 就是事實上既然當初 不管是國民黨跟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都有提出來 而且都列為優先法案 那就應該要趕快讓它通過 那即使說如果覺得這個法案的條文有問題 那我們也會建議說 那應該要趕快拿出來做朝野協商 因為事實上當初民間對於行政院辦 我們也有一些意見 那但是這個當初這個內政委員會 就是非常快速在2016年的7月 就是沒有保留任何一條條文的情況下 就已經直接通過出了委員會了 那表示他們認為這些條文是沒有問題的 不然為什麼沒有保留任何一個條文呢 那既然如此 又為什麼不趕快進行二三讀呢 那如果認為有有問題 有條的條文 那也趕快拿出來討論 而不是這樣子一直放在這邊都不處理 你的意思是說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的時候 其實也提過 那在現在其實民進黨是立法院的多數 那但是我們的總統也好 或是我們整個社會都不斷 採用是一個人權的國家 但是這個法案本身在立法院是停在那邊 然後找不出一些很具體的理由 對啊 這其實現在是很荒謬的事 就是說你卡在這邊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然後對啊 就是說我覺得就是可以說一個 讓我覺得可以被說服的理由 他們最常用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剛剛談到的中國因素 對啊 問題是中國的因素 真的是你不通過這個法律 他就不需要 他就可以被解決了嗎 或者是說 就是沒有這個法律 會不會也一樣會有來這裡 台灣尋求政治庇護的人 對啊 還是會有啊 對啊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說有這套機制 到底對於所謂的國安問題 是比較好還是比較不好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我們完全沒有一套審查 這些難民的身分的制度 跟我們有一套比較明確的 標準的一個審查制度 到底對於去確認這些中國 來尋求庇護的人來講 或者說對台灣社會自己來講 是不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對啊 所以當然除了剛剛談到的中國因素 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台灣跟中國 還是處在一種所謂的對立的關係 甚至在最近這幾年中國因素 不斷的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 在干擾台灣的內部自主 跟內部自由 會有這種反應 大概都可以理解 但是不見得是一個 不可以因為這個反應而完全不去動它 或是不做更好的處理 對 而且我也再次的去說明就是說 難民法本身不會直接 適用在中國的個案身上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 中國的尋求庇護者的個案 需要有一套比較特別一點的審查方式 那我覺得也可以啊 那是不是可以建立起另外一套 去怎麼樣去審查 中國籍的尋求庇護者的身分的方式 如果國安單位或是情治單位 要介入一起來去做這個身分的審查 我覺得那也是OK的 因為譬如說像南韓 他們針對北韓的這個難民 他們也有另外一套不同的處理機制 當然他們是更優惠的 他們並不是更嚴格的 那當然臺灣跟中國並不同於 這個南北韓之間的這種關係 那所以我們要不同的做法 就是這個是可以被允許的 那你就是要有一套辦法 而不是在這邊什麼什麼方法都沒有 然後好像是一個要不要給這些人拘留 或者是要不要給他們入境 變成是一個非常任意性的 一個行政的材料 不過除了這個中國因素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我想很多人會擔憂 就是所謂的就業的問題 所謂社會秩序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歐洲國家 所謂的右派政權的興起 或者是一些排外主義的興起 其實跟所謂的大量難民的 湧進是有關的 那難民法會不會造成 剛剛談到大量難民湧進到臺灣 那不管是這個量或是大 或者是小 也還是會有人擔心說 那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就業 就是在臺灣要吃飯 要就業已經很困難了 再加上這些人 我們會不會面臨到這些問題 那特別還有包括治安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規範你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互動 很多衝突可能就會在 也許是在想像裡面建立 也許可能會在實質上面發生 剛剛談到韓國 其實也有類似的這種狀況 就是難民法通過之後 其實也引發了南韓的一些 民眾的抗議 那這會不會也是一個 大家會擔心的原因 那如果有這樣一個擔心 跟顧勵的話 那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想那這部分就當然是政府 還是要就好像我們現在不是只有難民 這個問題要面對嗎 事實上臺灣目前這塊島上 我們也有非常多的外國人 不管是這個補習班的 白禮的這個歐美來的這些人士 或者是這個東南亞來的這個外籍勞工 或者是這個包括陸配 包括這個東南亞的這些外籍配偶等等 臺灣這個島上本來就已經存在了非常多 不是島上原本的著名的人 甚至像我們自己本來也 不是在這裡的原住民 是啊 那你要怎麼樣去跟這些不同的族群 不同文化 不同的種族 不同國籍的人相處 這本來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那這些人他本來進到臺灣來 就是要遵守臺灣的法律 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他如果今天犯了臺灣的法 他就是會被判刑 他就是會被逮捕 他就是會被關 我想這個東西 大家不需要害怕 他並沒有任何的一個免除的條款 或者是他沒有 對啊 所以那如果大家這麼擔心說 這些人會搶工作的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也很好奇的是說 那我們為什麼還開放這麼多的 大量工作給外籍勞工呢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臺灣 沒有缺工的現象 或者說我們不需要外來的人 來去提供一些相關的 勞動力的服務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要不斷地去開放 外籍勞工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去說 我們臺灣自己本身的失業率已經很高 然後我們絕對不能夠再容許 有更多的外來者 我覺得這個政策本身跟臺灣 我們這些思考好像是互相矛盾的 就是如果真的覺得說 不應該開放工作給外來者 那我覺得恐怕我們的整個勞動政策 可能要重新去界定跟思考 而不是去從這個移民政策 或者是奈民政策 來去做一個卡關的動作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很必然的這種關聯嘛 是 那而況甚至是 臺灣目前其實是面臨少子化的現象 那你可以想像 未來勞動力的缺乏的情況會怎樣 事實上德國為什麼 也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德國願意接納這麼多的 外來的難民 事實上就是因為 德國本身的這個勞動力市場 它其實是缺工的狀態 所以它需要有人來補充它的勞動力 所以他們是大量的歡迎這些人 去提供他們的相關的 因為事實上大家不要想像說 好像難民就一定是 怎麼樣 好像什麼都不會 好像以為是比較說勞動階層 中下階層的這種事實上 對 就是當然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那像在韓國 其實我們自己也有認識一位這個 在韓國取得這個難民身分的 這些就是朋友 他們比如說有的是來自剛果的難民 他們有的人現在是在大學當教授 有的人是藝術家 是畫家 那什麼樣的人都有 那他也可以為這個 這個他新來到的這個社會提供更多的貢獻 也會給我們比較多元的刺激 不同的想像跟思考 甚至其實像在日本 日本在311發生福島核災事件的時候 日本當地的難民組織 是帶著這些難民的 取得合法身分的這些難民朋友 到災難的現場去提供協助的 那他就是讓日本人也可以去了解到說 我們也會需要別人的幫助 那今天這些已經來到 日本已經取得身分的這些外來者 他們也很願意提供一些相關的協助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讓彼此互相瞭解 以及增進就是誤解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全球化的社會 就是一個國際社會 也是一個互助的社會 那我剛談到一個一個觀點 就是說在剛談到的這個一九七年代 我們接受了很多的越南的難民 我剛講是一個政治的思考 政治的思考是有道理 因為他一部分原因 的確就展現我們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他是相對於所謂的共產國家 去做的這件事情 那接納難民的本身 或是接受難民的本身 事實上是對整個臺灣的國際形象 是有幫助的 那這個有幫助 在是不是在臺灣 在全球有哪些國家 或大部分國家 他們都是有什麼難民法 來去接受這些來自於不同國家的 這些移動者 或是被迫移動的人呢 其實大部分的國家 譬如說他要嘛就是批准這個聯合國的難民公約 那不然就是他自己的國家裡面 這個在移民法裡面 或者是他另外立難民法 然後來去建立這樣的一套 難民身份的審查的制度 那或者甚至有一些國家 他本身沒有相關的法規 可是像香港 他其實是因為他們過去有 英國殖民實行 他們有批准過反酷刑公約 因此他也要去遵守這個反酷刑的一些規定 那所以他即使沒有難民法 香港政府他也還是有一套審查 難民的身份的一套機制 那他們也是透過這個 因為被就是律師 然後用這個個案去打行政訴訟 然後用透過判例去確定說 政府有這樣一個責任 他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過去其實香港其實是 依賴這個聯合國難民署 來去做這個難民身份的審查 所以那個國家都有一些 不管是他自己國內的政府 可以去做這個審查制度 或者是他跟聯合國難民署 去做一些合作的工作 或者是他跟國際上面的 這個難民的組織去有一些合作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 如果台灣真的很想要去 就是拓展自己的 國際合作的機會 或者是去讓國際社會 可以更看見台灣 我們真的是一個 所謂民主人權的國家 那我覺得其實通過難民法 然後加入這個難民的 這樣的一個合作的機制 跟工作其實是一個很重要 而且是一個去拓展台灣 在國際社會的一個形象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 這其實是一個 還蠻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常常把我們的 不管是喜歡或討厭的 這項當作中國 而忽略全球還有很多的國家 是我們應該要去結盟 去互助甚至去協助的國家 難民法的確在現實上面也可以給我們這樣的幫助 不是嗎 對 那我覺得譬如說大家常常會說 這個台灣常常沒辦法加入很多國際組織 什麼WHO還是什麼民航組織等等 可是像難民相關的一些國際組織 為什麼我們就會覺得我們不要去加入 台灣是一個國際的裡頭的一個成員 那國際的社會 全球的社會 它本來就是應該是一個所謂的互助的社會 我們在不斷的強調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但是其實說實在就是剛剛我們談到 我們常常把我們的對象 不管是喜歡或討厭對象 把它放在中國這件事情上 中國對台灣的威脅跟影響 這我們的確要去注意 並且是要防範的 可是在面對中國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的國家 是我們必須要去考慮 是必須要去接觸 是必須要去接納 是必須要去交流 必須要去相互協助的 我想難民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法案 它不只是一個人權 回到一個現實的意義來講 就是剛剛以林所說的 他對整個臺灣的國際形象 加入到國際社會 是非常有幫助的 今天非常謝謝以林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去 跟您做相關的討論 謝謝 我們下禮拜再會 拜拜 請問順便是否立即 來首 請您的 via 讓我們存在 請您的 Ask 選 真正 所以 感謝 新人的小禮 請您的 process 選 請您的謝 真正 答案 於 зачем 呢 這是 rip幹 隱瞰 提示 請你 請您的願望 嗎? 請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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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 我 請您的 好 請您的 請您上 請您的請您的